身嵐短袖Polo衫搭配白色迷你裙 信骚风波后现身 中信兄弟啦啦队成员短金 依旧保持敬业笑容担任一日店长 得知在场除了媒体还有许多粉丝来加油 短金保持笑容合照来者不拒 但针对信骚事件不愿再多谈 仅由团队带为回应 认为该说的都说了 但信骚风波不止于此 曾演出网路剧《终其三国201系》的演员 如今也提出控诉 今天这场戏讲的是 我跟关羽要去找凤厨 我们开到附近的友情商店 去找小助思满 今年29岁的陈诗敏 六年前拍戏时就遇到了许杰辉 当时对方突然问 愿不愿意为艺术付出 女人的脖子很性感 要她露出来勾引自己 陈诗敏觉得很尴尬 只说我应该之后不走这条路 希望快点结束对话 正当自己还在怀疑 是不是误解许杰辉的意思 同剧组的孙颖玉 也遭到言语骚扰 透过黄云星的现实动态 孙颖玉表示 就因为自己是棉花糖女孩 许杰辉竟因此让她知道 肉肉的女生没市场 甚至拿这件事情 成为取笑的利润 而我今眼看着其他女演员 脱上衣咬下唇三八掌 不免心寒 真的能胜任演艺人员吗 执政丽丽 许杰辉一句道歉 恐怕无法米平 受害者心中多年来的恐惧 TV新闻高本丽张敏 和张家宝上 居SN小组台北怎么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